工作小組就是整合了幾個部門 譬如由開民處助理處長去做那個小組 我們有勞工處 也有基田處 我們都會找一些工程的專家 譬如我們找工程學會 我們自己基田處也有一些工程的專家 我們的目標當然希望一兩個星期 一些基本的事實 或者一些大致上的原因可以說出來 但是大家要明白 譬如我們去看 有些鋼索斷了 那究竟是金屬疲勞 被東西困到 割斷了 還是什麼原因 或者是否過了 其實每一個環節都可能要做一些不同的檢測 那裡可能都需要時間 整個舞台的設計 當日的運作 其實當中都有很多環節在 但是我們希望在一個兩個星期 初步一定要有些看得到 它那個大致上的原因是什麼 那當然要再去確實的時候 可能再需要多一些時間 我們都還在調查中 不會說是哪一方的責任 我們看到就是 最重要就是看回 是不是應該做的事情都做了 那如果應該做的事情都做完的時候 那個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呢 將來究竟應該怎樣處理呢 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到時才去說 究竟應該誰去負責 對我這房子也會做什麼 只是看路 retailers 我們現在進行 aterugg似的 階拿 ultimately 可能是比赴 Rbt 靠 因為 那 笠 盛 劉